接著我們要跟各位講過 說東西是什麼狀態 都是因為溫度跟壓力的作用 不同的溫度跟不同的壓力就有不同的狀態 我們平常說它是固態 它是液態 它是氣態 指的是在所謂的常溫常壓之下 常溫指的是25度C 常壓指的是一大氣壓 我們平常講話 說它是固態液態氣態 指的都是所謂的常溫常壓下的狀況 但是如果你的溫度跟壓力不一樣 你就會出現不一樣的情況 比如說 平常冰是在0度C的時候就會變成水 你會變成水 所以呢 可是如果你的壓力加到2萬多大氣壓的時候 你就會得到一個70多度的冰塊 會燙的 會燙的冰塊 你到了氣壓有2萬多的時候 你到70幾度它還是冰 它不會化成水 因為壓力很大的關係 所以不同的壓力 不同的溫度會呈現不一樣的狀態 那空氣平常正常情況下是氣態的 可是如果我把它低溫高壓 那它就會變成淡蘭式的液體 就會把空氣液化 那麼家裡面如果你用的是桶裝瓦斯的 打電話給瓦斯行 請瓦斯行送來的那個桶裝瓦斯的 裡面裝成所謂的液化石油氣 它那個冰碗 它平常也應該是氣態 可是它桶這裡面是液態 怎麼做 加高壓 那個你沒有低溫 因為你室溫再搬來搬去嘛 所以沒有低溫 就是加高壓 加高壓讓它變成液化 所以呢 本來它的氣態加高壓會變成液化 一般的東西而言是 如果壓力越大 溶點跟肺體會越高 那如果壓力溫度比較低 溶點肺體會比較低 但是水有一個小小的例外 它是如果壓力大的時候 溶點會降低 溶點會降低 這就是溜冰選手會可以溜冰的原因 因為他穿著冰刀 他在冰上面壓下這個壓力 所以溶點會變低 所以溫度溪度結冰會化成水 所以能勃勃的水 就會比較潤滑 所以它可以滑來滑去 那如果是硬硬的冰 你也滑不出來 你也滑不出來 所以就是水有這個異常 不過呢 這件事情我們國中生不理它 國中生不理 你就聽過就算了 我們基本上沒有講過這些問題 但是你可以知道它的沸點會變得比較 壓力如果大 沸點會高 那壓力如果低沸點就會怎樣 因此 在山上煮開水容易煮開 但是飯不容易煮熟 容易煮開是因為在山下要100度 它才會沸騰 到了山上可能80度又沸騰了 這叫做容易煮開 可是東西不容易煮熟 你去洗米煮飯 你再山下是100度的滾水去滾那個米 讓它變成飯 你知道身上只有80度的水去滾 那這樣就比較不容易熟嗎 所以呢 叫做水容易煮開 但是呢 飯不容易煮熟 因為它的沸點也降低了 然後壓力鍋 家裡面要買壓力鍋的 你的壓力會比較大 壓力會比較大 沸點會比較高 所以它的溫度會升到比較高才沸騰 你知道外面煮東西的時候 是100度C的滾水去滾 在裡面是120度C的水在滾 所以當然就比較熱 比較燙 東西就比較容易可以煮熟嘛 那如果是在醫院之後 什麼高壓力會更大 高壓的蒸氣鍋是這樣做 壓力鍋也很大 到十一大氣壓 背鍋到180度就很燙 它就把氣鍋燙死掉 水拿去做殺菌消毒的功用 因為它的壓力大 背點很高 所以呢 可以拿來做殺菌消毒的功用 OK 這剛才講的所謂的固態、液態、氣態 那我課本上就簡單帶一下說 除了這三態之外 還有別的狀態 它絕一個液晶態 那講義的延伸閱讀裡面有 你就自己看一看 那個我們也沒有真的去教到它 只是告訴你說 除了固態、液態、氣態之外 還有別的狀態 可是有一些書上 就把它叫第四態 那也不太對 因為在我們知道液晶態之前 我們就有知道所謂的電漿態 電漿態也不是固態、液態跟氣態 所以把它叫第四態其實也不太正確 所以那不管它 反正課本只要告訴你說 除了固液氣之外 還有別的狀態 那至於什麼叫液晶 我們也沒有真的去教你 你就延伸閱讀 你就自己看一看 就可以了 就是讓你能夠理解 就是請你要記住 我們壓力比較大的時候 水的沸點會比較高 比較低的時候 沸點會比較低 然後有一些現象跟應用 剛剛所舉過例子 請你把它看過去要記住 就是你在這邊你要學會的事情 OK